诗篇110篇第四节 又说起了誓 决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墨基世德的等词 永远为祭司 去到这一则的经文里面 如果我们不懂得整个诗篇110篇的脈絡 我们就完全不理解突然间 为什么会转到第四节这个概念 因为前面才讲到关于神的指纹 讲到关于太阳出来和这些金路 为什么第四节会突然转到一个新题目 其实他由头到尾都没有转到新题目 其实他由头到尾都讲 关于主耶稣基督在他再来的时候 他身为主角他所做的事 或者你会问这点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是大得很重要的 因为在第三节就讲到神的指纹 是会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他们会人数激增 我们看到主耶稣回来就像太阳出来 所有的图会被提 为什么突然间第四节呢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我们一定要在2010年要知道 一直之内被提 我们都一定要知道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主耶稣基督的身份 的转换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何息息相关呢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当我们被提之后 我们在天上就会遇到 在天上作为祭司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是希伯来书 里面清楚讲到关于主耶稣基督 他是因为按着墨基洗德的等次 所以他永远在天上作我们的祭司 这个就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五节 那里就这么说 同样照着墨基洗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就更显而意见得了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原来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着肉体 去成为祭司的 因为按着肉体成为祭司 我们知道 因为利未人他们是按着肉体的律法 去成为祭司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只能够做生 他死了之后 他就将这个祭司的身份 给了下一代 那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大了 就是他离世之后 这个人就不是祭司 他上到天上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平凡人 换句话说 祭司只是仅限于属地的过程 生活过程 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 成为祭司的话 换句话说 他是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永恒的祭司 并且在哪里成为永恒的祭司 在天上成为永恒的祭司 所以利未人所有的祭司 第一是预表主耶稣 第二就是原来当他离世之后 他们都需要主耶稣成为他们的祭司 因为在天上 谁才是真正的祭司 主耶稣 而地上的祭司 只不过是预言 预表主耶稣 而所有的所谓利未人 去离世之后 他都会变回普通人 他上到天上 都要靠主耶稣基督 所以第二十节说 再者耶稣为祭司 并不是不起世纳 至于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世纳 只有耶稣是起世纳 因为那纳他的 对他说 主起了世 决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所以你要看 这个就是第四节 里面所说的 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 只有一个祭司 他不单只是永恒的祭司 他是所有人在天上的 唯一一位的大祭司 所以接着第二十二节 他说既是起世纳的 耶稣就作了更美之弱的宗保 而唯一他能够做得到 而唯一是由他做 这个就代表了 每一个被提的人 上到天上的时候 你就要靠主耶稣 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才能够将你一生的事件 陈命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祭物 他说第二十三节 在希邦书第七章 第二十三节 他说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 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 左甲不能长久 就是说 所有所有的祭司 只是限于地上的祭司 但唯独主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一个天上的祭司 第二十四节 这位既是永远常传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所以你会看到 原来这里讲到 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 的奥秘 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原来在末后日子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点呢 因为原来 整个地上的利味系统 根本是预表了一个天上系统 整个地上的 所有献祭的条例 所有回幕 所有圣殿的条例 都是预表了一个天上的回幕 天上的条例 所有地上 这些祭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是预表了在天上 被提之后 这些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诗篇110篇第四节 又说 喜了谁 决不后悔 说 你是朝着墨基 洗得的等词 永远为祭司 从来没坚断 只愿过不改变 历世你停断 如今得住爱识 全随掉分拳 而我心感温暖 随正中恨愿 神何尽爱 临在世 没法数损 曾在室家流进血 成首创选 我愿重责 潮风生命 为我终于那种 尘埃 神大爱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